各位觀眾 很棒的叉燒酥出爐了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又教你做這個叉燒酥 都是用千層酥皮來做的 叉燒酥是去茶流 點心流 吃得到的 不用了 在家裡也做得到來吃 真的有水準的叉燒酥 上一次的老婆餅 你們應該懂得如何做千層酥皮 就是有水皮有油皮 然後水皮包油皮 然後撈長去捲上來 然後撈長去又撈上來兩次 叉燒酥還有多一個步驟 就是你撈了兩次之後 不要直接撈開去包餡 演完第二次之後 在做一個品牆 長一長的時候 你要按在一邊 按一半 按扁器 另外一個 你就摺上來 摺三摺 這樣就會再加多三次的層次 在影幕那裏 那些步驟 一、二、三、四、五 我寫清楚 這個叉燒酥的 叉燒是自己做的 我有教過你們做素叉燒的 我有兩個影片教素叉燒的 另外一個我沒有加包酥粉 還有一個有加包酥粉 你們不妨看那個有加包酥粉 那裏有一個軟字在前面 軟素叉燒 我每天都會放我的網址 在我的描述箱 你們的説明欄 你們會找得到的 這個 棉筋做的事 不是健康的 很多人都誤解了 這個 棉筋 裡面的澱粉已經沒有了 我們那個棉筋 在那裏洗洗洗 流出來的那些 那些很濃濃的水 那些就是澱粉 澱粉就是我們吃了 進去 經過消化的時候 會變成葡萄糖 Glucose 那些糖尿病的人都不適合吃 因為葡萄糖收起在你的身裏 變成你的血糖會高 但是這個棉筋也沒有了 這個澱粉 那個棉筋消化後 不會變成葡萄糖 所以糖尿病的人可以吃就是這樣 所以我趁機會解釋多一次給你們聽 棉筋會有何處的東西 棉筋在我們中國人的素食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食材 因為我們可以用它來造型 做雞肉 做叉燒 或者是做三層肉 唯有中國人的素食裡面 就用到棉筋的 棉筋我都教過你們三次 我很希望你們明白到棉筋 但它是蛋白質 你說它沒有營養 都不是現前 對 希望你們自己學會做叉燒 我希望幫到大家解決吃東西的問題 唯一的宗旨做這個影片 就是分享素食 還有幫助你們 幫助你們減少一些錢 我教你們怎麼做這個優格 不是一個小口 它是一個良菌的供給的 糧菌 你知道嗎 有很多人要去西洋房買 這個 你做優格 你就吃一套這個糧菌 我就不用牛奶 你們可以用牛奶煮的 我是用豆奶 基於我是純熟者 有很多東西我用的 你們可以不跟 我沒有用蒜頭、蔥頭 你們可以用也可以 我最後在七八地龍 我用了大蔥 是因為印度人的食譜 全部都用大蔥 大蔥不是不健康的東西 這裏就是最基本的 做千層酥皮的步驟 如果說要蒸錯一點 就要看我之前的老婆餅的影片 現在就繼續 捲了兩個捲之後 這個是做叉燒燒的做法 還有一個小鮮的餅 wwww 鮮的水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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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烤箱 煮滚 醬料有胡椒粉 老抽 黑油 蚝油 麻油 蜜酒 糖 现在已经滚了 然后加入叉烧 加入叉烧 放入 不用煮点 叉烧已经熟了 然后 加入两汤匙 玉米粉 四汤匙 汤匙 加入 浸泡 浸泡 就可以关火 熄火 熄火 就完成了 我们拿起来 放在一边 放在一边 你现在没有立刻做 你这样放入烤箱 收着去 明天后天都没有收干 不过要盖上去 因为不要惹到烤箱的怪味 你呢 要倒入烤箱 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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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